我的女孩啊 妈妈头来没有笑过 只有的是这些啊 魏宁凯南24岁 是让一个快递员的面包车给装飞了 她是他们那个小村庄出的第一个大学生 外表光鲜亮丽和内心的忧郁不安 同时混乱地存在于她的身上 突如其来的肺病 触破了她的伪装 她必须服用大量的药物 而副作用令她头脑昏沉 精神恍惚 警方怀疑这场车祸不只是意外 而是魏宁凯本人因长期服药 导致出现幻觉而发生的事故 你还记得凯凯六岁生日那天吗 她看上了一个游戏机 她叫咱俩的眼神 她又放回去 儿子妈要你懂事 要你处理投机 要你毕竟能往上挂 可妈就是没有你 怎么做个小孩啊 麻烦您转告一下她 她之前面试的园艺师 通过了第三轮面试 已经被我们公司正式录用了 我问你儿啊 妈妈头来没有效果 最重要的是这些啊 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